早安 大家 猜猜現在是幾點呢 現在真的是一個超級無敵暴早的時間 現在是早上六點半 我們跑來這個地方呢 是洋洋 韓國的衝浪勝地 對 衝浪勝地 江源到洋洋 對 而且現在好累 我們就是開業車來洋洋 因為聽說會大塞車 所以這次想說開業車 然後今天跟我們的Siri 還有Nik Nik是我們的司機 感謝他 感謝他 駕車技術十分高超 我們四點開過來開到六點 然後現在要去補眠 早安早安 剛剛我們在車上睡了 兩個多小時 然後現在火力慢慢 沒事了 大家一起在車上睡 這次的行程呢 可以跟他好好講 就是來養一養 就是耍廢 衝浪好不好 也沒有真的爽 衝浪跟爽 就是來這邊 開心的享受週末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也蠻推薦 如果是住在韓國的朋友 洋洋還蠻適合 洋洋跟江嶺我都蠻喜歡 而且也推薦大家半夜出門 對 然後我們這次點的是這種烤魚 嗯 我有理解 好吃 很新鮮 而且甜 真的很好吃耶 草莓的 坐在這邊 然後呢 有杯咖啡 然後直接看外面的海 好的 剛剛進來的這間咖啡廳呢 其實是誤打誤撞的 我們又沒有要去另外一家 可是走錯路 然後就發現 欸這家也蠻美的吧 然後就隨便進來就算了 這樣錯就錯了 今天的旅行呢 就是走一個 很chill 然後很隨心的感覺 農村香 好喝好喝 有點太甜 他就只顧著自拍 我現在還在過夏天的感覺 對啊 你整個人很怪耶 超美的 這邊是他們家的那個 餅頭 韓國很多路發展 因為韓國不太下雨 所以就很多咖啡廳 會有roof top 超美的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水台 可以拍照 拍照時刻 這邊真的拍起來蠻好看的 就有個平台的感覺 今天的飯店住這裡 其實洋洋這邊有蠻多厲害的 就是飯店的 只是因為我們就是太晚決定 然後這邊就是幾乎是好放心 就馬上被電空 然後這邊剛好看了這一間 有點微微美式的感覺 加上照片看起來是蠻乾淨的 所以後來就想說 好啦不然就是這一間 加上價格也沒有到非常的貴 然後他地點也蠻好的 所以後來就選這一間 希望還不錯 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就是一個正常房間啦 喔還行啦 沒有就是規矩矩矩 就是乾淨規矩 就是乾淨規矩 錯還有個小陽台 欸可是啊 外面就是 外面就是 嗨 還不錯啦 給過給過 來洋洋的目的就是 衝浪 然後兩位衝浪前輩 帶我來 帶我來 對 謝謝 衝浪中學者 對我第一次在韓國衝浪很期待 然後我們衝的是這一間 ICERS 要上課了 上課了 加油 等一下那衣服是幹嘛 我覺得沒有 衝浪小子 好累喔 爽嗎 開心 初學 成功 你要這樣成功吧 成功啊 我現在站起來三小時 欸 拜託 第一次練習 對啊你很趁 你很趁 還要再來嗎 可以 遊玩了 衝浪完了 好累喔 但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抱我是那個 初階班 然後教得非常仔細 超級推 拍照時間 好美喔 現在超狼狽 好的不得不說 我其實本來對羊羊 就是抱著沒有很大的期待 但沒想到非常的好 下次去激州島沖 好沒問題 走 下次 約好囉 打哥哥 約好囉 羊是OK 你不跟我養是OK 羊是OK 羊是OK啦 羊是OK 你們等一下就要吃他們了 有這麼感想 爽 好的我們中餐吃魚 晚餐也要吃魚 來吃生魚片 然後呢 跑來這種小攤子吃 超美的 超Q的欸 對啊 好期待喔 那種韓國傳統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這邊怎麼會這麼貴 但是看到他送來這麼多小菜 好像可以啦 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點三人份是十萬塊對不對 對 一個人平均下來大概是三萬塊 我們的生魚片來了 哇 十萬元 這樣這桌十萬元 十萬元的生魚片 兩千多塊 感覺很好吃欸 線紗的感覺 然後啊 韓國啊 就是很愛吃生魚片配酒 所以呢 準備了這個 解救的 對 自己推薦的 就是吃完明天就會比較沒事 我會幫你解釋為什麼吃 好 就是每個人對於酒精 會有不同的反應 有人在肚子痛 有人頭痛 然後有人臉腫起來 然後這個酵素會幫助每個人 化解你本人的一些宿醉情況 可是我覺得吃這個會有一點點要注意的事 就是你會不知不覺好像沒喝醉 對 會不要你喝更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還是要喝跟平常差不多 我要來吃那個生魚片 其實不知道它是什麼魚欸 對 因為它就寫就是綜合的這樣 很甜欸 超下酒的 你剛才叫大家不要吃過料 而且坐在海邊 超臭 早安 什麼都準備好了 今天呢 有點小陰天 有點可惜 不過呢我們昨天已經大碗喝完 洋洋了 就是一個好天氣 然後今天呢 因為我們又怕塞車 所以我們可能今天的行程 就有一兩個 可能去個咖啡廳吃個飯 然後就會回首 可是盡量趕在中午前 對 看出發 對 不然的話我們怕我們可能塞在路上 很可怕 因為所有朋友都警告我們欸 回程會大個小時之類的 對 第一間咖啡廳 找了一間賣麵包的 然後它十點半就開了 超可愛的欸 紅磚牆 它麵包選擇還蠻多的 然後一間就超級無敵香 就那個麵包感 現烤的那個香氣 感覺超好吃 很鬆軟 就是那個牛奶麵包 對牛奶麵包 很好吃欸 不行啦 我也很 會變胖 不吃 我覺得超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它第一次吃到 就是我第一次吃鹽麻麵包 天哪 是因為台灣好像沒有這個 不流行這個 韓國超紅 韓國就是紅到 很多咖啡廳都有 但品質不一 這家超推 我超會走 對 謝謝 好啦我們剛剛吃完麵包 現在在準備回首爾的路上了 因為想說怕塞車 所以呢 趕快出門 然後現在是中午12點 可能我們回首爾 還會再一起吃個午餐吧 希望可以這樣子 順路的抵達首爾 先跑來吃 我們回到首爾了 豬皮 對終於到首爾了 因為他有吃豬皮 他說他沒有吃過韓式的豬皮 不帶他來吃吃看 而且這下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鬆板豬皮 感覺很好吃 那個我也沒吃過 真的很好吃 很期待 我們點的是 讚福set 然後就是這個是 一般的豬皮 然後這個是鬆板豬皮 就是鬆板肉上面 還在多一層那個 豬皮的感覺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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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嫩了吧 嗯 嗯 乾乾 豬皮開口啦 然後因為韓國的豬皮會肥來肥去 然後就會用這個壓著 怎樣怎樣 喜歡還不喜歡齁 喜歡 但我還是在熟悉它 所以 加黃豆粉 讓它有一點像甜甜的 好 好 豬皮 豬皮的部分 好 可是它很厚實 好像比較沒有豬腥味 滿扎實的感覺 鬆板豬 然後它上面比較肥一點點的這個 哇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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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自己有豬皮的感覺 然後又不會太 膩孔 好啦我們吃飽啦 這次的羊羊之旅 大成功 推薦大家可以去 尤其是愛衝浪的人 一定要去羊羊好不好 然後 還蠻平的 也蠻適合出選擇 對 讚 好 那我們這支影片到這邊也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按喜歡 按一下決定我們單旁邊阿朗 我們下次影片見到大家 掰掰